Hello 已经很久没有录包包合集的视频了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几只我最近买的 然后款式也比较适合秋冬天的包包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这只包呢是所有包包里面最简单的一个款式 它真的没有任何多余的一些装饰 除了底部这边有一个加宽 但是我就是非常喜欢这只包 它的包身是非常非常柔软的 然后这个棕色呢也做得非常的漂亮 像这只包呢其实它单拎出来看 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基础款 但是你把它放到整身的搭配当中去看呢 又是会让人第一眼就注意到它 然后并且很想买的那种 就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们应该知道的 反正就是很神奇 而且这个款它也是非常非常百搭的 这只包呢是推荐给上班和上学的朋友 你们可以把它作为通勤包来背 我现在里面就放着一台电脑 电脑可以放下 那放梳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你们看它侧面的厚度加宽了非常非常多 它的五金呢有一点点这种做旧的感觉 然后包带是可以根据身高来调节长度的 但是这只包它是只可以单肩或者说手提是不可以斜跨的 接下来的这个包呢它的链条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背法的 既可以单肩斜跨然后也可以当作流浪包的那种背法来背 像这样子呢就是流浪包的背法 然后这个链条它是可以直接拆下来的 但是我一般不会把它拆掉 我觉得这样子挂在这边做一个装饰也蛮好的 它有很多这样子的金属钉扣 它是一个装饰品 然后本身呢也是一个暗扣 这个包包最近有出镜好多次了 我觉得像这种黑白配色的包包啊 不管是像斑马纹啊还是像黑白的爆纹 其实大家真的都可以买起来 因为它在整身的搭配里面呢 是可以起到一个亮点的作用的 非常的特别 但它本身呢又很好搭 你不管拿一个什么颜色的上衣过来 它都可以搭 而且搭出来的感觉都是会 就是比较时髦的那种 这只包是我看到图片的第一眼就相中了 我觉得它的整个造型 还有这个深棕色的颜色都特别特别好看 而且它搭配上衬衫啊分衣啊大衣啊 就特别有那种韩国小姐姐街拍的感觉 它的皮质是比较柔软的 然后表面呢会有这种轻微的褶皱的感觉 接下来这只包呢 它的装饰作用是要大于实际作用的 它这边串着的几个小包 其实都装不了什么东西 像这个小包 它里面是没有拉链的 放东西的话应该很容易掉 另外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卡包 我觉得这只的话还是蛮实用的 而且它这几只包都是可以自己拆下来的 因为出门的话 说实话带这么一大串也是挺累的 如果装饰的话 其实就一两个小包就够了 像这个卡包完全可以把它拆下来单独用 那今天的包包呢就已经分享完了 我上回好像说要拍一个夜下包合集的视频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请删除你们的记忆 因为我可能又要拖很久了